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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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我視頻的老觀眾 應該都知道我的本業是一名影視工作者 對電量意見各方面的需求也相對高不少 不過除了常規的處理器和顯卡這類的需求 還有一個需求也挺大的 那就是存儲空間 畢竟我一期視頻的製作所拍攝的素材平均都有80-100G左右 10C基本就幹掉了1T的存儲空間了 所以大量的存儲中量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常規的硬盤存儲除了相對麻煩以外 更重要的是安全性問題 如果哪一天硬盤壞了 裏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資料和素材就基本拿不回了 所以對於存儲需求和安全性相對比較高的影視工作者來說 構建一台NAS自然就是最好的選擇 NAS的全名為Network Appet Storage 網絡上已經有不少詳細的解釋 在這裡我也不多贅述了 原理就是構建一台專為存儲功能進行優化的電腦 這類機器一般來說除了可以提供更好的存儲安全性以外 還能夠實現類似網盤的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自己組件屬於自己的私人網盤空間 再也不必每個月甚至每年付錢去購買網盤了 說了那麼多 今天這期視頻要給各位來介紹來自群輝的DX920 Plus 其實這幾年以來不少人都開始玩起自主DIY NAS 除了價格更加實惠以外 可玩性也更高 硬件還可以達到更好的規格 而我其實早在去年就自己組件過一台TrueNAS系統了 搭配了望照網絡來實現更高的傳輸需求 不過自主DIY NAS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NAS就是對於知識門檻要求非常高 但是我自己組件的時候也幾乎是折騰了好幾天 最終才順利搞定一節正常的使用 再來就是一般來說自主DIY NAS的系統擴散性相對也比較受限 以TrueNAS系統來說 除了文件傳輸以外 基本上就是很難實現更多好玩的功能 這對於一些知識量不太高 又或者是單純想要使用NAS功能的用戶 甚至是對文件傳輸需求不太高 更多是希望能夠利用手機連接網盤的功能 自主DIY NAS的門檻有點過高 不適合入門用戶去折騰 而且折騰起來其實費時也費力 更不用說出問題的時候還要排查問題也是非常頭疼的事 這一次特別感謝群輝提供了這個2020年推出的DS920PLUS 雖然DS920PLUS能說是一款相對比較入門的NAS 沒有太多的硬件升級空間 但群輝的NAS最適應人的自然就是他們家的生態系統 對於一些入門用戶 希望能夠構建一個簡易方便的存儲網絡生態 群輝確實是值得考慮的一個牌子 從名稱來開始介紹 DS來自群輝Distation系列的縮寫 9的意思代表是最高能支持9個硬盤 20PLUS則表示為2020年推出的款式 不過從外觀來看不是只能夠安裝4個硬盤嗎? 那是因為使用DS920PLUS可以額外購買支持5個硬盤的DS517擴充籠 通過eSATA接口連接在fine 形成最高9個盤位的支持 當然其實入門來說4盤位也算是非常足夠了 可以在日後有更多容量的需求在購買擴充中進行擴充 另外對於那些不熟悉應該要如何選擇哪些款式的用戶 可以在群輝官網點擊NAS Letter 讓官網給你建議 可以依據個人或者是小型工作需求以及大型企業進行分類 而且還可以針對你想要擁有的功能給出合適的建議 這對於一些硬件知識不太高的用戶給到了非常大的幫助 回到DS920PLUS DS920PLUS的前身是早兩年的DS918PLUS 相較於之前的DS918PLUS 最明顯升級的是從Intel雙核Seleron J3455升級到四核的Seleron J4125 其他規格基本上是大同效率的 原生支持4個快插趴的3.5吋硬盤內置4GB DDR4的記憶體內存 並且還能夠擴展多一根記憶體內存 最高支持8GB 支持兩個M.2MB SSD的緩存擴展 提供兩個千兆網絡接口並且支持連路聚合功能 提供兩個USB3.0 Type-A接口前後各一個接口 方便繞過其他電腦直接接上NAS進行文件傳輸 以及用來擴充DS517擴充龍的eSATA接口 當然用用來連接eSATA外式硬盤也是可以的 說完了規格當然是要來直接使用的啦 這次也要感謝群迴提供的2塊自家的8T企業硬盤 雖然沒辦法插滿 但是其實對於入門用戶來說 先從2塊高容量的硬盤開始使用會更加理想 等到之後你覺得需要擴充的時候 再選擇更多高容量的硬盤來填充 而是比起一開始填滿4塊容量較低的硬盤來得更加理想 在開始使用之前 我也為這個DX920PLUS添加了來自Arbor Studio提供的防塵網套件 畢竟是24小時不停線的工作 加上放置的位置會比較封閉一些 多了這個防塵網套件 之後維護和清理起來也會方便不少 都OK了自然就是要介紹網口和供電開機設置了 在點開開機鍵後 每一會兒就會看到連接的硬盤指示燈亮起 以及系統指示燈一開始是顯示黃色的 那是因為還沒有給這個NAS安裝好系統 那麽我先把這台NAS放置我想要的地方 將網線連接在路由器後再開機 之後可以通過任意一台同樣連接同一個路由器的電腦 在官網下載Synology Assistant 之後安裝上並且進行手勢連接和安裝NAS系統 安裝好後註冊一個Synology Quick Connect帳號 這個非常重要強烈推薦使用Quick Connect 然後可以通過任意一個電腦打開NAS的IP 輸入了密碼之後就能操作NAS的後台了 整個初始操作非常簡單 15分鐘之內就能完成 完全不需要去折騰也沒必要去折騰 之後在系統中的套件中心內選擇儲存空間管理員 在儲存空間選項中設置硬盤空間 這邊只需要使用群灰的HSR-RED即可 HSR-RED會讓一個硬盤作為存儲容易和備份用 如果日後臉可以碰上一個硬盤不小心損壞 可以直接選購新的硬盤直接替換 系統會直接適配並且文件也不會有任何的損壞 也不需要進行任何的備份操作 安全程度可以說是非常高的 那麼設置好NAS之後就是要來進行文件傳輸了 可以通過游覽器輸入NAS的IP地址通過後台傳輸文件 又或者直接使用Windows或Mac本身的共享文件夾也是能夠連接上NAS的 共享文件夾的地址可以通過控制台的檔案服務選項中找到 而接著來試試通過本地網絡傳輸的速度 我測試進行一個1GB左右的視頻文件傳輸 可以跑到100MB每秒左右的傳輸速度 基本上也已經是遷照傳輸代官的上限了 用來進行一般的文件傳輸也算是還能接受的 那麼基本上這整個文件服務器就已經完成了 並且能夠直接使用了 不過群會的NAS有非常多功能的可玩性 可以在套件中心中下載並且安裝 單中下是Snapshot Replication 就是提供了備份和快照功能 可以進行NAS的系統和檔案修復 還有像是Synology Office也是一個非常棒的套件 直接在NAS裡頭可以直接開啟我和Excel檔案 除了本地網絡以外 其實群會NAS也可以在遠程階段 利用電腦或者手機進行連接 前面說到的QuickConnect帳號 就是讓你可以再通過非本地網絡進行NAS連接 比如我在家中想要進行剪輯工作 但是發現我需要用到一個舊的視頻素材 而視頻素材又剛好放在工作室的NAS中 這個時候就利用QuickConnect 從家中的電腦連接到工作室的NAS中 再從NAS中直接下載到我要的素材 而解決了遠程索取素材的問題 另外也可以通過手機安裝各種群會的應用 通過應用同樣也可以遠程操控和游覽NAS裡頭的文件 也可以通過手機將照片和影片備份到NAS裡頭 使用起來非常得心應手 總結來說 群會的NAS提供了非常多樣化的功能和應用 在使用體驗上可以做到非常多功能的使用 而應用場景也非常廣 不論你是要作為文件服務器或者是拿來做影音庫 甚至是要拿來做私人網盤 基本上群會NAS都是能做得到的 當然說完了DX920 Plus的優點 接下來就來說說缺點了 雖然缺點也就那兩個 但是也是另最多人選退的 一是售價比較高 DX920 Plus的套機售價是在2350零基左右 這還不包括硬盤的成本在內 這價格已經能夠購買入門的家用主機了 作為一個文件服務器的NAS 確實不是很多人會願意入手 但是說句實話 如果你和我一樣是有志工作者 又希望有一個多功能的NAS 並且自己對於電腦硬件知識也不是特別豐富 全匯的NAS確實是值得投資的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但是在這個售價的基礎上 DX920 Plus也只是給你一個適合性的Seleron 4GB的記憶體內存和千兆的接口 對於高端硬件需求的用戶 DX920 Plus絕對是不太能滿足的 必須選擇更高階的DX1621 Plus 來滿足更加高端的性能和需求 不過對於入門文件存儲以及個人用戶 DX920 Plus算是能夠滿足大部分的需求的 穩定性和安全性也是全匯NAS系統一直以來的優勢 對於穩定性和安全性要求為優先的用戶 還是十分推薦使用全匯的NAS 雖然價格是高了一些 但在簡易的操作方式以及多功能的實用性下 有生產力需求的用戶還是值得入手投資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就別忘了點贊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當然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Kenny 我們下期影片見